大家好,歡迎收看信網每週講股 我們今個星期的嘉賓是信匯證圈行政總裁沈鎮營沈大師 沈大師,你好 你好 今個星期,恆子只有四日市 表現不太好 見到星期一中秋假期前,恆子偏淡 跌了四十多點 不過星期三回來,大跌485點 錄得七個月以來最大的單日跌幅 落25,000點流下 星期四未見到很大的反彈 來到星期五,低開四十二點 上午反覆跌近百點 沈大師,其實港股不計今日已經連跌五日 上星期三,九月三日,急升後未好過 恆子短期是否會繼續約 未來要留意哪些因素 其實是的,技術走勢方面 大市似乎是向下調整的 還有,兼且第一,先跌破了24,800的支持位 然後進一步,逐步就是24,600 加上近期在期權方面的鋪排 上面25,000就做了一個頂 短期可能會下視8月8日做的低位 24,200左右的水平 iPhone 6今個星期二正式登場 不過,內地電訊商就沒有手法 中移動的股價一度跌下來 預計iPhone 6其實遲些都會登陸內地 中移動回到100元以下 值得留意嗎 中移動其實是值得留意的 當然,用iPhone 6的發行 作為一個藉口 之前的炒作上去 不單止是中移動,連中電訊和聯通感都有一陣性勢 但其實我們要看一看 iPhone其實佔中移動客戶的比重其實不大 我亦都相信 有iPhone的推行會不會助長到4G的上客量的增加 其實我想這不是主體的因素 所以因為之前借iPhone來炒上一陣短暫的升幅 自然當第一批的iPhone營購沒有內地的電訊商份的時候 會有一陣短暫的回套 但這陣回套反而是一個吸納的機會 因為中移動我想看好它的後市方向不是因為iPhone的問題 而是因為真的4G的推行 帶動到可以令整體的Apple上升 另一方面在營短暫的稅制之下 數據的收費稅率是相對低的 如果你推動4G的話 只要它的上客量維持高增長的水平的話 無形中將來面對著的有效益的稅率 就是整體的平均稅率是會下降的 因為數據那方面的收費稅率只是6%而已 所以以基本因素而論 中移動可以有機會上 譬如105元或者更加高的水平 如果這次是借iPhone暫時未有的因素 將它拖下去譬如98、96那些位置 正正是一個好的吸納機會 市藥今個星期資金有轉炒個別板塊的情況 太陽能股近期都有資金追捧 見到保利協欣披露的多珍貴價格 較去年同期升了三成 前景似乎好轉 其實這隻股份3元是否值得薄呢 保利協欣的業績是很飄忽的 亦都是受著多珍貴的價格的升跌影響 如果你看過去五至六年 你會見到某一年 那個多珍貴的價格升的時間 它的業績會好 資金也很醒目 就預先炒定了它上去 但是亦都在這個行業裏面 大家都知道了 多珍貴的價格是可以很快地升完之後 又會跌下來 那接著那一年的業績就不會好 所以你會見到保利協欣的業績 一年就大幅倒退或者虧損 一年就會大幅回升 現在就炒定了多珍貴的價格升 而帶動盈利的增長 也是去年那個基數小 我覺得短暫是會有炒作空間 但是大家要留意著 這個炒作空間可能的時間性不會太長的 因為亦都要預計到將來的多珍貴的價格又會跌回 它的業績在未來再一年就會差一些 所以只可以短炒 還有你要掌握著那個走勢 如果累積的升幅太大的時候 就懂得適可而止 自己懂得去退 其實太陽能整個行業 你是不是都不是太看好呢 是的 沒錯了 整體的太陽能的行業 其實當然你要看它究竟做哪個部份 譬如上游 下游 還是發電 還是設備等等 如果純粹是太陽能發電的機構公司 我想這方面就會比較差一點 因為亦都這麼說 它要政府國家的政策來輔助 補貼 因為本身太陽能發電的成本 是貴過風力發電一倍 貴過火力發電差不多三四倍 變成整個行業來計算 其實那個營利的狀況 是不會看得太過好的 至於說太陽能的設備 裝陷 零件那些 就正如剛才說 多青龜的行業 它的價格是會很飄忽的 所以來說可能在某個時段你會看好之餘 亦都不可以看得太過長線 沈大師 你有沒有持有上述的股份 沒有的 港股先講到這裏 下一節回來會講一下外衛和美股的情況 還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